中原路长安街口寒洞转弯前的行人穿越道太靠近转弯处导致行人或驾驶 没有办法看到左侧弯进来的车辆或行人而产生了视线死角 日前接获民众反应的县远杨华美特被邀请到 县府建设处交通科水利科还有交通队警察局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经过初步的决议呢预计要把转弯处的行穿线涂销 期盼可以让路口更安全 有民众反应华联市七角川公园 中原路切近长安街临近寒洞的大转弯路口 行人走在行人穿越线过马路时 无法看见左侧弯进来的车辆产生视线死角 有生命安全疑虑 华联县议员杨华美接获陈勤 日前邀请华联县府建设处交通科水利科 华联施工所华联县警察局交通队等单位到场会看商讨 这边设一个秦川线但是它临着这个转弯非常的近 所以它会造成这个用路人行人在过来的时候 很难辨识到旁边的车辆要转过来 那这个行串线到底有没有必要存在 或者要怎么样调整 今天就再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还有旁边这个空地其实都超过60公分 其实都应该要除那个视线才会比较好 第一个阶段的解决方法 是因为前面那边在那个儿童游戏场的部分 已经有行串线跟红绿灯了 所以是希望先把这个斑马线先把它涂掉 然后用黄线的方式直接延伸过去 然后如果未来真的民众认为这个地方一定要有行川线过马路的话 那我们就建议是整个连停止线行川线 整个往后移大概移到这个灯杆这里 然后这样的然后再装上行人穿越号制 然后对方那个直线道的地方也是要有一个停止线装行人穿越号制 让驾驶也可以知道说前面有一个行人穿越道要注意要慢行 那可能分两个阶段来处理 那原则上第一个阶段就是先让这个地方不要过马路了 不要行人不要过马路 还是以那个红绿灯的行人穿越道为主 旅会人士认为转弯处的行川线 两端与人行道街口并未设置无障碍通道 转弯处空地又杂草重生 这壁市线的确有安全问题 随后与现役员洋花美现场初步决议 涂销转弯处的行川线 另外延长地面双黄线道转弯处 提醒驾驶前有弯道 并建议行人行走在中原路 切近长安街的行川线上 期盼透过初步的改善 让行人驾驶在这路口有更安全保障 记者讲帮演 华理事报导